小椿 小椿 大家好我是星哥 今天来到我们油菜山上来找野菜 看看这片山全都是这种黄的 这个就是我上次说的一种红翅笼 它浑身上下装满了红色的尖尺 它和普通的翅笼包不一样 因为它吃更多 口感更好 而且装得更嫩 它没有装开散之前像鱼一样 还没有被这红色的外角所包裹 这种翅笼包装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装得大过 还非常的嫩 这种翅笼包也称之为属中人生 它一般总在海盘2000米左右的地方 这是普通的翅笼包 有的地方也称它为翅笼 这种就是我们这里高山的翅笼包 这种翅笼包装得很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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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认为翅笼包装得太勁了 转布包装得很漂亮 这个龟的翅笼包装得很漂亮 这种翅笼包装得很漂亮 而正面的翅笼包装得很漂亮 今天时候非常的不错 这要满满的一大肥 还有半口袋 而且今天这只股非常的好 非常的大肚 很多年没做过这么大一笼包了 吃笼包虽然好吃 但是非常的难吃 它上面装满了小吃 而且松手上装满了不少 走 得笼了 回去挑吃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